咱们就好生地 抚养这两个孩子 将来 家官尽绝 她额娘在天之灵 也会安心 你要去哪里啊 额娘 您想把孩子 交给海岚氏抚养 皇妹不会不答应的 你为何就容不下她呢 放肆 你问问你自己 大从这个女人 进了咱们府中 那天晚上没有笛声 别说旁人 额娘听的都闹心了 你要学那些公子哥 荒度时日 荒唐 你可对得起 皇上对你的一番希望吗 额娘教训的是 还有人 日后收敛便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再说了 这个女人 本来出身就卑贱 平时就喜欢捕刀弄棒的 不管她是有心还是无意 万一伤到谁 那多不好 还有 不认识的 咱们府上 可住着你的公主嫂嫂 万一有所插驰 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你想过没有 你别忘了 十几年前 皇上也是有过大经里的人 你还要说 当时 是为了外面的一个女人 要不是 祖宗个庇佑 咱们大庆的江山 也是岂岂可危呀 姑娘 可以将她 送去边陲塞外 今世永不相见 这样 也可以免去后顾时游了 你好糊涂啊 亏你还是在皇上面前 当差的人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后患无穷这样的事情吗 只要孩子在我们大帅府 他哪天无辜生出事端 那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如果 他要结盟了那些来路不明的人 闯进府里 你该如何收场 就要是由我认识的 相信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毕竟她给你生了两个孩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罗娘答应你 后葬她 王姐姐 王姐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